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突发节目 今天我们要聊的 可是国际新闻界的热门话题 从中东的火药味道 全球财经市场的新动向 应有尽有 首先 让我们看看中东地区的最新进展 伊朗对以色列发起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攻击 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这次攻击 不仅是伊朗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 首次直接军事行动 更是在一次怀疑由以色列发起的袭击后 不到两周发生的 这样的动作 无疑让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坐不住了 接下来 国际社会的反应也是多方面的 从英国外交大臣到法国总统 都纷纷呼吁以色列不要采取报复行动 同时 伊朗的一些其他动作也让局势更加紧张 比如扣押一艘与以色列有联系的商船 这些事件不仅让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升级 也让国际社会对这一地区的未来充满了担忧 但是就在这时 我们还有一则财经新闻 私募股权公司CVC资本合伙人 计划在阿姆斯特丹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筹集12.5亿欧元 尽管最近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让市场波动 但CVC的这一举动显示了企业对市场的信心 这不仅是一则财经新闻 也是在动荡时期对稳定和成长的一种期待 看来无论是国际政治还是全球财经 都在为我们呈现一幅充满挑战和机遇的画卷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我们将为您带来更多精彩分析和最新进展 在最近的国际新闻中 世界领导人对于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表达了深切的关注 根据美联社的报道 伊朗对以色列发动了一次包含数百架无人机 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的攻击 这一行动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这次攻击发生再一次怀疑由以色列发起 导致两名伊朗将军在叙利亚一座伊朗领事馆内丧生的袭击后不到两周 这是伊朗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首次直接对以色列发动军事攻击 面对这一局势 世界领导人纷纷呼吁以色列不要采取报复行动 英国外交大臣大卫卡梅伦在接受BBC采访时表示 英国不支持以色列进行报复性打击 而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泽表示 巴黎将试图说服以色列我们不应通过升级回应 与此同时 BBC报道了另一起与伊朗有关的事件 一艘名为MSC Ares的商船遭到伊朗特种部队的扣押 这艘船与以色列有联系 被扣押时正处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沿海 这起事件发生在伊朗攻击特拉维夫几小时之前 船上25名船员中有17名是印度人 印度已经呼吁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立即降低紧张局势 并要求两国重返外交途径 在这样的国际紧张背景下 彭博社报道了一则财经新闻 私募股权公司CVC资本合伙人计划在阿姆斯特丹 进行首次公开募股IPO 旨在筹集12.5亿欧元约13亿美元 该公司将出售2.5亿欧元的新股份 现有股东也将出售股份 尽管最近对以色列的攻击使市场波动 但CVC首席执行官罗伯·卢卡斯表示 最新的上市尝试是一个长期结构性决策 公司受到了强烈的投资者情绪的鼓励 CVC管理着1860亿欧元的资产 并拥有百灵和利顿等公司的股份 这些报道揭示了当前国际局势的复杂性 从地缘政治的紧张到全球金融市场的动态 每一个事件都与广泛的背景和深层次的因素相连 世界领导人对于避免冲突升级的呼吁 印度对于外交解决方案的支持 以及在不确定时期进行大型金融交易的企业决策 这些都是当代国际关系和全球经济互动的生动力政 在近期的国际政治舞台上 伊朗对以色列的攻击和随后的发展引起了全球的关注 根据BBC的报道 英国外交大臣大卫卡梅伦表示 伊朗在对以色列的攻击中遭受了双重失败 他认为这次攻击揭示了伊朗政权的真实面目 卡梅伦的这番言论不仅凸显了伊朗与以色列之间的紧张关系 也反映了国际社会对伊朗行动的关注和评价 《华盛顿邮报》对以色列的防空系统做了详细的解释 这一系统在伊朗的攻击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以色列的主要防空资产之一 铁穹成功拦截了来自伊朗的超过300枚导弹和无人机的前所未有的密集攻击 自2011年首次部署以来 铁穹系统在对抗来自加萨的火箭和无人机方面一直效果显著 据以色列官员和防御公司声称 其成功率超过90% 此外 大卫的弹弓作为以色列防空网络的中层 旨在拦截弹道导弹 巡航导弹 以及中置长城火箭 自2017年起运行 由拉斐尔先进防御系统公司和雷神公司开发 能够拦截射程在25到186英里范围内的火箭和导弹 然而 当以色列准备对伊朗的攻击进行反击时 美国的立场则显得更加谨慎 根据半岛电视台的报道 美国总统乔拜登通知以色列总理本杰明 内塔尼亚胡 美国将不会参与任何对伊朗的以色列反击行动 这一对话发生在伊朗于4月10日对以色列发动空袭之后 该空袭是对4月1日 针对伊朗在叙利亚大使馆的打击的回应 尽管拜登总统呼吁保持克制 但中东地区紧张局势的升级 似乎将加速一项停滞的资金包的批准 该资金包将使华盛顿向内塔尼亚胡提供140亿美元的援助 这一系列事件不仅展现了伊朗与以色列之间的紧张局势 也凸显了美国在这一地区政治动态中的角色和立场 从英国对伊朗行动的批评 到以色列高效的防空系统 再到美国在国际冲突中的谨慎态度 这些发展共同构成了中东地区当前复杂的国际关系图景 随着局势的进一步发展 国际社会将继续密切关注这一地区的动态 以及这些动态对全球政治格局的影响 在最近的一系列事件中 人权组织、国际政治局势 以及民众的生活受到了广泛关注 展现了全球不同地区面临的挑战和紧张局势 首先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了 关于澳大利亚政府提出的移民法案引起的争议 据报道 人权组织强烈反对这项提案 认为它将侵犯人权 该法案允许政府将拒绝配合遣返的人员 监禁一至五年 尽管政府声称 这项法案只涉及大约150名在移民居留中的个人 但人权组织担心 这可能影响到成千上万持有过度签证 生活在澳大利亚的人 这一提案激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人们担心它可能对许多寻求保护的人产生负面影响 在另一端 半岛电视台报道了加沙地带的紧张局势 数千名巴勒斯坦人 尝试穿过一处封闭的军事检查站 前往加沙城 这是在听闻有关检查站开放的谣言后发生的 尽管以色列方面否认了这一说法 许多家庭在检查站的另一边等待 希望与自10月7日战争开始以来 一直在汉尤尼斯南部城市的亲人团聚 同时也有谣言称 以色列军队允许妇女、儿童和50岁以上的男性前往北部 但军方对此进行了否认 在此背景下 加沙地带的一些巴勒斯坦人对伊朗的回应表示失望 认为这来得太迟 此外 半岛电视台还报道了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紧急会议上 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紧张对峙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呼吁双方克制 避免进一步的攻击和局势升级 然而 伊朗和以色列互相指责对方威胁和平 伊朗在4月1日针对其声称的 以色列对叙利亚大使馆区的袭击进行了报复 向以色列发射了数百枚导弹和无人机 这一系列事件加剧了两国之间全面冲突的威胁 引发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这些报道揭示了当前全球面临的不同挑战 从人权问题到国际关系的紧张局势 都在考验着国际社会的智慧和应对能力 在这样的背景下 呼吁和平、保护人权和促进对话变得尤为重要 以避免冲突的进一步升级 保护无辜民众的生命安全和基本权利 在悲剧发生后 悉尼先驱晨报的读者们纷纷提出了 对心理健康服务的重视 并呼吁提供更多的支持和资金 许多读者对澳大利亚心理健康系统的现状表示担忧 特别是对于那些患有严重心理疾病的人 缺乏治疗和康复的选择 一些人建议迫切需要建立安全的心理健康医院 以确保个体能够得到他们所需的关怀和支持 还有人呼吁增加对诸如、Lifeline和Beyond Blue等心理健康 支持组织的资金支持 这起悲剧还引发了关于针对女性的暴力 和需要解决社会性别暴力问题的讨论 读者们对于未能采取行动 控制互联网上的暴力和业女内容表示失望 他们认为这些内容促进并正常化了这种行为 一些人呼吁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 以监控有心理健康问题的个体 防止暴力行为的发生 此外还提出了可负担房屋和房东角色的问题 一些读者认为房东主要对资本增值感兴趣 并从房价上涨中受益 而另一些人则指出了房东由于工档的资本增值税 而面临的挑战 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交通方式的重要性也被强调 读者们建议增加电动自行车的使用 可以帮助减少交通拥堵 并对环境有益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